以后挂坠、饰品全都不用买了 自己在家就能做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很好玩的东西 它就是用笔在板上面画出各种各样可爱的图案 就能做各种挂坠跟饰品 我感觉就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手长感 反正我看别人做出来的都超级好看 今天我也要来试一下 用到的材料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是这个黏土 立体的颜料笔 用来画画的这种软的透明板 听说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幼儿园就可以轻松入门 如果做得不好看的话 非常打脸 第一步我们先拿出一张它配的这种透明板 要轻轻的把它两边的薄膜撕掉 得到了一张损透亮的膜 我们剪出一个小正方形 如果有跟我一样不上常画画的宝宝 就可以拿出卖家送的这个图案模板 再拿出我们刚刚剪的这个小正方形 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图案放上去 颜色是可以自己选的 我要来画一个小黄鸭 照着它的线描就可以了 这样就画好了 把边缘修剪一下 剪出一个我们要的形状 再拿一个小小的打孔机 给它打一个小孔 做一小块粘土 搓成均匀的长条 搓好的小长条 给我们的小黄鸭包一个边 想要更好看的宝宝 还可以拿出指甲油 给它涂亮 搞定 真的超级可爱 虽然我做的不是很好看 但是这玩意儿会玩上瘾 财富什么时候能实现自由 我不知道 但是此时此刻 我实现了挂罪自由 我下单的时候 还特地翻了一下评论区 发现大家都非常有才华 有人做出了冰墩墩 有人直接把自己的大名写上去 做成了明智挂罪 还有人拿来DIY手机壳 所以我就想 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DIY法夹 剪出一个小爱心 直接给它涂黑 撒上咕咕咕咕咕的小亮片 再拿出黑色粘土搓成条 把黑色爱心包裹起来 找一个小发卡 用热绒胶进行固定 真的可以耶 这样做法夹也太简单了吧 感觉我又发现了一条 发家致富的道路 以后挂罪啊 饰品啊 全都不用买了 自己在家就能做 根本停不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lease say any negative thoughts I pop off when I hear